媽媽咪咪不哭 你說我會好好的 我會好好的 你有事來嗎 寫什麼 爸爸媽咪 這個可以 媽咪 媽咪 媽咪給你拿著 媽咪 媽咪 你怎麼回來了 你怎麼回來了 媽咪 沒有 幾個月以後就裹了 笑了吧 媽咪 媽咪 這個可以嗎 對 這個是你路上帶著喝好不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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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加油 他走了 加油 好點找屋子機 開開開開開心心 我在那邊滿好的 好吧 他 快點那邊 快點那麥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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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媽咪 誒 哎 你不想拍照 再见了宜昌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回来的时候是晚上 走的时候也是晚上 我们现在等到船上 我们已经准备到离开 Timmy真是不理解 他真的不理解 我们说再见 YiA和NaiNai 他认为他能看到他们 每个人喜欢 Lileh是很悲惨 他已经失了她的父母 这里是 再见 我们希望你再次见 在机场和父母道别这件事 永远都是心酸的 虽然去年4月我回来过一次 但是没有带我的老公和孩子 所以这一次的道别更加的不舍 三周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感觉父母在机场接我们的场景 刚刚发生在昨天一样 迎接时有多么的快乐幸福 逆别时当然就有多么的失落和不舍 但是这一次回国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与亲人和朋友相聚 也带着老公和Timmy 体验了美好的风景和美食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也更加坚定了将来我们回国发展的决心 远行的行李箱堆满了父母和亲人的牵挂 希望我们满载出发将来再满载归来 我们现在在深称机场附近的一个酒店里面 Timmy呢跟着我老公去拿早餐了 从这里我们马上出发到机场 然后呢还有12个小时的飞行 到了冷冻之后呢还是二哥来接我们 分别呢是为了最好的相聚 这是我爸爸走的时候跟我说的 反正昨天的情绪呢是比较低落的 但是经过一夜的调整啊 然后现在我们要重新出发啦 然后真正要跟中国的家人 还有朋友说再见 但是我们视频里面天天见 感谢大家的一直以来的关注和喜欢 还有新加入我们大家庭的新朋友们 这次回英国之后呢 雷雷呢有个新的打算 想要重新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英国的家人 因为好多粉丝朋友可能不是特别了解 嗯 从在这里吧 我们就立个flag 雷雷会继续加油 也希望亲人们 还有朋友们都幸福健康